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首先找到报案人 了解情况 据报案人称 这间废弃的小屋是他家的 平时就放了一些卖杆等 半个月前 这房子曾经找过一次货 据报案人说 因为房子很破旧 也没有放什么贵重的东西 所以把火扑灭之后 没有人太在意 当时报警医他说 他认为火起的也比较奇怪 他认为我也没有了什么热 不可能有点花块 给我点赞 这次着火之后 过了将近半个月 报案人打算将这间破旧的房子翻修一下 在收拾屋内杂物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那具尸体 赶到现场的青州市公安局行政人员 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的勘业 所以现场破坏比较重 在屋子里洗背脚下 偷袭不懂 想那种危险啊 这小子比较重的一个 从一项情绪 一些面不太能都不方便了 死者会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会惨死在这么荒凉偏僻 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死者究竟是意外死了 还是别的原因 此时刑侦技术理员通过对尸体进行勘业 确认死者为女性 从现场残留的衣物警方判断 死者的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 从死者的穿着来看 不像是一个拾荒者或者是要犯 而法医接下来的发现 也更加确认 这名女性的死亡并非意外 肢体的油槽 水龙部飞扫力少差一点 分析这个尸体 在飞扫过程中 一个是 气味相对固定 比较固定 没有移动 没有发动或增长 在这个迹象 这种迹象分析 尸体在飞扫过程中 一个是 尘度坏密 无疑似放弹 或者是死后分尸 随后技术人员 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此期的勘查 但是没有找到 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任何东西 下场上 那准备说 我女士身份的 一样东西都没有 下场 也卡刷以后也没找到 他锁出来的鞋子什么的 收集 也没找到 或者说 如果下场扫毁的话 收集 一会儿就擦边什么的 也没找到 所以怀疑有个人说 这地方不是底下场 有个人是抛尸过来的 发现尸体的地方是一所破旧的房子 这里极有可能是一个抛尸现场 凶手毁尸灭迹 那就是为了掩盖他的罪行 第一案发现场又在哪 什么人又会知道这里有这么一所破房子 是附近人做的案 还是凶手偶然间发现的 警方首先要找出破案的线索 确认死者身份 随后青州警方又将排查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扩大排查范围后 民警终于在走访调查中发现了一条线索 这个女孩会不会就是那名死者呢 随后警方找到女孩的家人 进一步的了解情况 导师考虑就是在古山庙这个女孩也应该是 当时她显然不要 她的苦是牛仔苦 她显然有个牛仔苦 还有封仪 她家里也说有过封仪 失踪女孩和死者 有着同样的封仪 这让行政人员觉得 这个女孩极有可能就是死者 于是警方对这个失踪女孩展开了调查 这个失踪的女孩和死者并不是一个人 这下警方的侦破工作就又回到起点了 大范围的排查工作再一次的展开 这个破范围的观点应该就是插着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确定了 这个观点基本上有问题 经过侦察人员坚持不续的努力 警方再一次找到一个和死者身份 相符合的失踪人员 冬夏天火舌头这个女孩 那这个失踪时间就在1月6号 根据这名失踪人员的家属介绍 失踪人员姓石 是在1月6号失踪 随后警方抽取了失踪人员石某 父母的DNA样本 与死者的样本进行了比对 确定这个死者是这个失踪人员的那样的 你死你 死者石某33岁 山东青州市东下镇人 你确定死者以后我们都比较精神 他里面这个只要确定有死者 你能送死者那些挂起来 确定死者身份后 警方立即对死者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我们就根据死某的社会关系 所以说与死某有一些关系的一些人家来派出 来那么日子认定 与死者家属说 2012年1月6号 女儿说要去城里医院看病 从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根据死者家属的说法 既然死某是去看病 那么他的身上一定会带着一些钱 会不会是因为钱财败露而招来了杀针之祸呢 从我们下山开场 下山有手毁的钱贴 就说世某的钱应该是没被抢走 这就排除了为借态而杀的可能 随后警方又来到死者世某生前工作的工厂 进行走访调查 同时朋友发现 世某就说但为了世某出人 在走访中 世某的一个爱好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有很大的一个喜好就是好少王 世某一个 警方了解到世某爱好交网友 而且还曾经跟网友见过面 世某的是在外面 喜欢赏王 网友也习惯 有紧拿也有网友 我们为房间倡议也有网友 随后警方调取了死者的QQ号码和聊天记录 发现在死者的网友中 有一部分是有妇之夫 怀疑是婚外情 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警方怀疑 会不会这个世某和网友之间发生婚外情了 有一种种原因 给对方的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从而招致了杀神之祸 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 因为婚外情而引发的刑事案件 那并不是说没有发生过 了解他的QQ号 他和近南的一个网友关系 很密切 经常通过收集 特别聊天 有毁灭的习惯 民警对世某联系密切的网友进行秘密的调查 世某的网友 所以说婚外情感情和有夫之夫 都没有短时间 在排除死者十某网友的换嫌疑后 警方又了解到了一个情况 假情方面就说和对象 某的我和世某的对象 如果有婚外情的话 有可能说两个人喝花 就杀了我世某的和世家 然而很快 死者账户的嫌疑也被排除 排除了世某的对象 没有离开过的一致的东西 随后进行了调查 2012年1月6号上午 大约9点45分 世某离开东夏镇赶往城里 而到了中午12点左右 他的尸体就已经在亡焚镇被焚烧了 那么这中间的两个多小时里 世某究竟都去了哪里 又经历了什么呢 从夏长到世某甲路程有一个多小时 也就是说他走的话 整厂坐公交车的话 你说这个世界应该是到不到夏长了 我们本习就说他打的变车 或者说有时间越好 有人拿他去的 随后警方将石某从家里出来后 所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的监控都调了出来 希望能够找到死者的行动轨迹来 从录像中 警方能否找到线索 死者在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里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老季传奇 稍后您见面 欢迎回来 咱们继续传奇 前面说在山东省青州市发生了一起杀人焚尸案 死者为33岁的石某 他遇害当天的9点45分从东夏镇的家里离开 当天的12点左右就被人发现在王焚镇被焚尸了 也就是说他从家里出来没多久 不到两个小时就被人杀害了 警方通过调取事发当天的监控有了发现了 发现了 事母切点车放在加油站以后 有很多车通过监控上看 有很多车都是车速很快就过去 但是有一辆面包车 车速到夹来的时候有消息的听准 尤其这把车有可能在这结果人不是夹果肉 随后民警来到加油站了解情况 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那天并没有面包车加油 可惜的事母有可能做上了这个 这个车 警方又对加油站的监控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但可惜的是监控里看不到面包车的车牌了 随即他们又调取了沿途的监控 试图找到嫌疑面包车的特征 随后警方利用这个车牌找到了面包车的车主 车主名叫侯文喜四十岁 山东青州人 1994年曾因盗窃罪被判处过六年有期徒刑 他说2012年1月6号 他驾车将两个孩子送到学校之后 又接了个客人送到了寿博 在返回的途中 恰巧碰上了在路边拦车的石某 石某和侯文喜谈好了价钱之后就上了车 然而侯文喜却并没有罢车开到人民商场 走到半道上侯文喜就让石某下车 这让石某很生气 他坚持要让侯文喜把他送到人民商场 否则就不给车钱 据犯罪嫌疑人侯文喜说 尽管当时的他已经做出了账务 把车费从20元降到了10元 但是石某仍然不同意 两个人为此在车上僵持了起来 侯文喜说 看到石某的态度很坚决 这让他很生气 他觉得这个女人是在故意欺负他 于是他对石某说了这样一句话 没办法 我以后想去一块钱 你来着我不多 你是不是要想玩玩 随后侯文喜就把车开到了一个偏僻的胡同 当时胡同里面没有什么行人 到了胡同以后 侯文喜开始对石某动手动静 石某是极力反抗 就在这时 突然有路人从车房经过 这时候 最多的衣服 你得给我五百千 要不 我就搞一千年 这时候正好从那边 过来几个人 其中一个附近还往前来看 这时候我急了 他手下的声音又大点 我有 追指他为警 凉手一对 他小时是神了 叫我神了 他也凉手 过枪为警 看到有人来了 侯文喜很是紧张 他害怕石某会发出声音 于是就用围巾 死死的勒住了石某的脖子 直到路人走得过去 这时候呢 那家里 就躲到车 躲到车给你拍的 有个妇女 好像请你看 我那车伯女 车着毛平黑 是不是 只要是金柳 引用挡去 他就卡住了 里边 很紧张 很紧张 他就卡住了 看到行人走了 侯文喜这才送了一口 可是当他扭头 再看石某的时候 立即惊呆了 我两个手舍紧 我头卡住围边 很紧张 很紧张 那一定过去 突然从水往下走 我从里头去 一头看的时候 他已经软了 他不跟他软了 我叫水晃 只要开车就抛 侯文喜把车开到了王焚镇 一个偏僻的半山腰 将尸体拖进了一间废旧的屋子里 在用火点燃之后 逃之夭夭夭 逃到中途的侯文喜 发现受害人的鞋子和手机还在他车上 随即就把这些东西扔到了一个废水沟里了 之后就开始了提心吊打的生活 侯文喜说 直到被警方抓住的那一刻 他这心才算踏实下来了 当然以上的案情都是侯文喜自己描述的 事情的起因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 已经是死无对证了 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 仅仅就为了一二十块钱的车费 就置他人于死地 无论是故意的还是失守 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人不能再出了事之后再去后悔 只有遇到事的时候冷静克制才能够避免事后悲击的发生 好 感谢您收看 由绿原电动车贯平过渡 老近平 我们下次见 再见